一座城市是不是能永续发展与执政首长拨画的蓝图方向和止息效率息息相关 新竹县长杨文科上任至今 不但明确的规划文化科技智慧城的施政愿景 对于亲子幼教的照顾更是不遗余力 并以证件达成率56.5%的执行力 带领着新竹县不断进步 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每日商业不只有每周的节目 更有网络社团可以一起交流和分享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的话 欢迎大家点击下方的链接赶快加入我们哦 我们今天的报导来源是2020年6月22号 新竹县政府所撰写 离开了在天下杂志官网的文章 新竹县长期发展科技产业 良好的经济条件与生活环境 吸引许多人潜入这座适合居住的城市 人口成长率不仅是各县市冠军 更是全国排名第二年轻的城市 平均年龄为39岁 其中0到12岁的人口比例为14.15% 同样的全国排名第二 有鉴于儿童是国家未来发展的基石 加上许多年轻的家庭有教育 托育方面的实际需求 新竹县长杨文科从上任开始 就将文教视为市政的重要核心 县长杨文科表示 完善托英育英 增设公立以及非营利幼儿园 新设国中小学 重新调整学区 是他在市政上的重点 简单来说就是0至12岁的学童 在不同阶段都能得到完善的照顾 杨文科在上任第7天就实施提高新生儿营养补助政策 营造友善的生育环境 接着针对未满2岁的幼儿 在整个新竹县10处设立了社区的公托育育家园 以及一处公社名托育中心 在增设2岁以上的公立及非营利幼儿园方面 虽然杨文科在一开始的政见是增设50个班级 但后来却是大幅超前 在107至112学年度 总计将增设达114个班级 让家长们更为安心 另外还在新建的加峰国小 文小一以及文中六等新校 其中文小一将包括完整的学龄前脱婴中心 脱儿所、幼儿园以及国民小学 成为全国第一座零至12岁精致教育的学校 此外杨文科才刚上任就实施国中小学免费营养午餐 更加码提供每周一定要有两次的有机蔬菜 不仅让学童吃了健康 团善厂商也需采购新竹县农民生产的有机蔬菜 等于为农友创造一年3000万的产值 另外县府辅导农会建立在地有机蔬菜供应平台 建构、采购、分装、储藏、物流的完整体系 等于创造学童、农友、农会三赢的绝佳结果 针对亲子共享的游戏环境 杨文科则规划未来三年将要打造22座共融式特色公园 将翻转大家对于公园的刻板印象 他表示共融式公园不仅创造了大小朋友或身心障碍者 都能共同游乐的友善环境 更以地方特色为发想来规划公园设计 公园不再充满制式化的罐头游乐设施 与城市的关系也更为紧密 以竹东的台泥公园为例 就保留原有的大榕树及树飞 以及旧厂区的大理石地景艺术 巧妙结合台泥与竹东的关系 另外共融式的沙坑、溜滑梯、攀爬坡等 比过往塑胶游乐器材都更为有趣 现在成为一个充满欢笑的亲子游戏场地 除了推动教育公托外 养文科对于改变新竹县未来的经济产业 同样重视 有关新竹县未来30年融景的五支舰重大建设 其中提振科技产业发展的三大舰 八卦国籍AI智慧园区 台湾知识经济旗舰园区 以及科学园区三期 均陆续进行中 未来将可带动科技以及经济产业的发展 并带动周边的效益 此外 新建焚化炉与生命经验园区等两支舰 所与民生议题高度相关 县政府也正在积极的推动当中 在此同时 新竹县政府更推动了十大交通建设 其中包括新辟省道台医线的替代道路 经国桥建杂道连接新龙路等重要建设 同时也规划如高铁桥下联络道 延伸至竹科工程等 让未来往返竹科能够更加的便利 特别的是新竹县政府推动智慧交通 以智慧控制、大数据分析、云端监控系统等方式 有效的改善上下班塞车的问题 以新竹市到园区的经国桥为例 上班尖峰时段从15分钟缩短为10分钟 下班从11分钟减少为7分钟 让过往受塞车所苦的县市民众都相当有感 此外杨文科同步计划绿色海岸风景游戏计划 从点到线道面做完整的串联规划 要翻转外界对新竹水岸环境的想象 绿色海岸风景游戏计划从北到南 包括波头渔港、新丰石户海岸、红毛港游戏区的红树林 凤坑渔港、新月沙湾等特色景点 透过自行车道串联以及交通建设的改善 新竹线将重现多元丰富的绿色海洋景观 成为西滨海岸的观光游戏新亮点 能在上任一年半就得到证件达56.5%的好表现 杨文科他不断的强调速度、效率、品质是重要的关键 相信他会保有这样的精神 持续打造新竹线未来的新愿景 好的,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 如果你是新竹线的有感居民也欢迎你在这边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想法哦 最后想要邀请每一位对新创、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我们的资讯栏连接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世界的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拜拜